這個節目應該是為母親次做的 我想告訴你為天下所有母親喝采 因為我認為我媽媽其實要在家庭 一個女人要在家庭 要在事業 要在自己裏面 要得到一個平衡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因為要成就一段婚姻需要很多犧牲 要願意為對方犧牲 成就一番事業有很多的妥協 因為你不只是自己 你還要想想自己的行業 有很多事你上上下前後要兼顧 作為一個妻子 你要盡一個太太的責任去支持你的丈夫 給她所有的支持 所以女女外外其實到最後你會發覺 嘩 真是很不容易 做媽媽是一個真是很偉大的角色 有很多男人就會覺得女人威風 不是因為我們懷胎多於10月 而是本身天職我們一個女人 以前女人不用笑一件事 我只是在家庭顧家 男主外女主內 但到現在女人是要內外兼顧 譬如我自己來說 無論我在商場上、公司上 怎樣長袖事 我怎樣威風白臉 回到家裡你都是別人的太太和她的兒子 都是一個媽媽的角色 你就洗手作湯羹 你就要為她們作為一個持家有道的家庭主婦 那都是我一個角色 所以天下間的媽媽都很偉大 一個點是 我不是因為男女之間 我有個歧視或歧視 但的確一個女人的幸福 很大程度上是看她能否遇到一個愛她的男人 但一個男人的幸福就不太能夠 如果她身邊有一個真是令她幸福的女人感上添化 只要男人找到她自己的一番事業 她的人生一樣可以很有成就 這本來就是天生女人和男人對人生 或者對各樣渴求的不一樣 所以如果你說我不結婚可以嗎 有朋友跟我說 你經常冠書那樣的 她說我淘獨我女兒 淘什麼毒呀 她說這些大女人主義 經常叫女兒不嫁也可以 不拍拖沒有問題 最重要是找自己過得好就可以了 那有什麼問題 我教她自愛 我們想想如果一個人 你要把自己的幸福交給另一個人 又不知道她真的不珍惜 又不知道她會愛你多久 你不覺得很痛苦嗎 那我不是告訴她 如果你找到一個愛你的 幸運的 你又愛她的 就走進去吧 不用想將來 但如果你遇不到的愛自己多些 又有什麼問題 我們趁來叫她 從遠 gestures 到遠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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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遠眠 在遠眠 發展 到遠眠